大家好 我是张蕊玲 今天的电影大追集 我们来到一个这么诡异又充满奇幻色彩的地方 我们看到这里明明是个工厂 可是这边又有一大片的植物 就知道这个工厂已经荒废很久了 这就是士林职场 那今年金马奇幻影展也选在这边办活动 为什么选这里 就是因为这边的氛围非常符合奇幻的主题 去年金马奇幻影展举办第一届 就创下了高满座绿 所以今年再接再厉 那今年究竟有哪些好电影要介绍给大家呢 我们就先带大家一起来看看 今年的金马奇幻影展在4月1号展开 现在在我旁边的就是执行长文天祥文老师 老师好 你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老师呢 今年的影展有哪些特色呢 对 今年的奇幻影展除了就是有一些固定的单元以外 我们还特别增加了像是山姆雷米的《鬼玩人大会串》 我们早期了这个很经典的一个恐怖系列 另外呢 也特别做了《墨西哥女仔真美记》 去找寻一些现在在好莱坞很夯的墨西哥导演 他们拍的第一部片 哇 那老师我们知道这个手上 刚刚一直去看老师手上拿的一个中西 可是我们明明是这个奇幻影展 不过我们好像今年的图案还蛮可爱 有点卡通的味道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对 我手上这个其实是金马奇幻影展的幸运物 它是一头这个迷你马 对 那大家其实在奇幻影展的期间 无论是从我们的手册啦或是场布里面 都可以看到像这种风格的这种设计 像一般的那个大金马其实比较严肃的 比较正经 那奇幻影展它可以比较活泼 比较浪漫 比较童话一点 所以呢 大家会看到像这样子的一个规划 而且其实一般人可能听到奇幻 以为会不会就是一些 一定要很奇幻的电影 那因为今年才是第二届嘛 可不可以老师再跟我们定位一下 这个奇幻影展的主旨呢 其实奇幻影展指的不一定 就是奇幻文学改编的电影 它可以是科幻 恐怖 歌舞 喜剧 武侠 甚至是美轮美奂的这个古装电影 或者是在写实的题材当中 用较为特殊的手法去处理 它都可以被归在奇幻的这个范畴里面 没有 还真是有的 从来没有 后 ay才会得到 没有 has mort 没有 actually 那个人选择 没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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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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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做什麼? 你不喜歡我 我不喜歡你 好可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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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有一個很成功的 因為我們裡面有分好幾個主題 有一個經典重現 那今年有哪些經典重現? 今年的經典重現 我個人其實最喜歡的一部片叫做 《好奇蓋山河》 那這是1963年 維斯康提在坎城影展 拿到經典旅獎的作品 這個片子呢是一部古裝片 講述一個貴族階層的沒落 那片中呢有一場 長達45分鐘的這個舞會的戲 拍的真是精緻的手工大戲 現在我覺得再也看不到這樣子的電影了 所謂的精緻手工大戲 是老師的 它完全沒有特效 然後這個場面呢 就是裡面有數百名的演員 光是那個服裝 道具背景的規劃跟設計 就是一個大工程 然後你在看這個數百名演員 在這個場面當中 舞蹈的舞蹈交談的交談 哇那個氣勢啊 我覺得現在我們大概只能在一些科幻 像阿凡達這樣的作品裡面看到 可是它卻是一個非常非常有氣質的古裝片 那這個片子呢是在去年的 坎成影展做它的修復版的世界首映 對我們花了將近一年的時間 才終於彈定這個片子 在台灣做它的台灣首映 那我知道我們去年也有一個非常成功的 是這個洛基恐怖秀 今年好像又有 對這個片子我們現在好像不能不放了 因為去年我們讓觀眾在裡面 其實是可以丟爆米花 跟著一起唱一起喊一起跳 非常的受歡迎 所以我們打算把它變成是一部定幕片 就是以後每一年的這個奇幻影展 我們都會放這個片子 都會有這個金馬歌舞團跟觀眾一塊同樂 它等於就是一個精神指標的意思 對我覺得它最能夠代表奇幻影展的精神 可是我們好像今年除了這個洛基恐怖秀之外 還有一些其他的活動 像是可能會有活師來 對對對我們會有這個活師軍團 會在這個影展的一些特殊的場次 我們都不會先公佈 你可能看電影看到一半 或是進場的時候才發現 坐在零座的觀眾可能是一隻活師 那我們會結合這個特殊化妝 還有一些非常有趣的一些活動的設計 讓觀眾在看這個奇幻影展的過程當中 也有另外一種很獨特的4D的效果 就等於要給觀眾一個surprise 對對對 然後跟觀眾的一些增加的互動 對 劃默疾 I don't think so We just cut up our girlfriend with a chainsaw Does that sound fine? izes Are we just cut the car? We just cut the car We just cut the car We just cut the car 那老师我们知道其实奇幻影展当然也会有所谓的开幕片跟闭幕片 那今年的选择呢 今年我们的开幕片呢 按照惯例还是一部台湾电影 我们选择的是连异齐导演的第一部作品叫《命运化妆师》 那这个片子最特别的是 它是以这个遗体化妆师作为主角 电影的前半部看起来有些悬疑紧张刺激 可是呢最终它会是一部 其在感情的描绘上面非常生动的一部作品 那闭幕片呢叫做《造反城市》 这个部片子是去年坎城影展的青年影评人选出来的最佳影片 它是讲一群以这个音乐来作为这个恐怖攻击行动的 一群很特别的反政府的一些分子 那片中的男角是一个警探 那他最恨音乐 可他偏偏就要去逮捕这群用音乐造反的人 那老师如果要建议就是一般 就是去年没有来参加过《奇幻影展》的人 那会怎么样建议他来挑片呢 我觉得各取所需很重要 比方说如果呢你是害怕看这个恐怖电影的朋友的话 我会建议你要把握比方说去看像《五国英雄》 是一部讲国际标准舞的爱情喜剧片 那整部电影呢从头到尾毫无冷场 但是如果说你喜欢看的是恐怖片的话 我可能会推荐你去看 像今年有一部叫做《鬼影》的电影 这个片子它其实连三转 就是不断地会有这个很大的一个剧情的大转折 你无论是喜欢骑自行车的 或是喜欢登山的 或是喜欢吃铁板烧的 你看这个片看完回去都会做噩梦 真的吗 以后就会很害怕碰到这三件事情 对对对 我要推荐的第一部电影呢 是绿野仙踪 这是美国国家电影保护局珍藏的经典电影 那这个电影不但可以听到非常非常美妙的歌声 你可以看到电影从黑白进入到彩色的变化 那第二部要推荐的电影 我想推荐的是周星驰的《齐天大圣东西游记》 因为这套电影当年在台湾推出的时候 其实受到很大的忽视 可是它在我们最近金马银展所办的 华语百大电影的票选 却进入到影史一百大当中 我相信我们应该可以在 这次重看的过程里面 找到这部电影真正的价值 而且我们要放映的是粤语原音版 那第三部要推荐的影片 我想推荐一部比较苦手的电影 这次我们有一部叫做《超萌女杀手》 那这个片子应该是宅男观众的最爱 里面可以看到日本的美囤女王 邱山丽奈的演出 那也可以看到她怎么把一把小羊伞 变成了杀人的武器 第四部要推荐的影片 我想推荐一部可以合家观赏的电影 那这个片子呢叫做《库奇》 它是去年的塔罗沃利影展的评审团大奖得主 故事有点像玩具总动员3 但是它利用玩偶以及真实的场景 搭配出了一种更特别的叙事手法 最后要介绍的一部呢 是来自于北非摩洛哥的鬼片 叫做《北非鬼影》 那这个片子最特别的是 它是透过鬼故事 以及一个女律师替一个女嫌犯 打官司的过程而带出的女性的宿命 那很少鬼故事会关注到女性的议题 那这个作品在这方面的表现是非常出色的 好那大师推荐的作品大家听清楚了吗 这总之今年的金马奇幻影展 除了有很多非常特别的电影可以看之外 而且跟观众的互动也会越来越多哦 那今天谢谢老师 那里谢谢 谢谢